淘气小洋面大火 消防队员来之招 平安365 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市孝顺镇的恒唐渔村 这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村子里的农田里传来一阵阵奇怪的 类似啼哭的声音 当村民寻声望去才发现 原来是两只小羊羔 夹在了一根电线杆里 三点东西又让它这个羊羞 倒到这个电线杆里 这是一根长约20米的水泥电线杆 电线杆有两个洞口 较大的洞口直径约15厘米 较小的洞口直径只有7、8厘米 两只淘气的小羊羔 从较大的洞口钻进了电线杆里 并朝着另一头钻去 结果被卡在了电线杆的中间出来 羊妈妈在电线杆旁 焦急地来回走动 想救两只被困的小羊羔 却有心无力 于是她只能大声呼喊 向人们求助 据羊主人介绍 20多天前 这只羊妈妈 喊下了五只小羊羔 结果有三只夭折了 只剩下现在的两只羊子 如果再失去这两只小羊 必定会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 心急如焚的主人尝试的许多办法 都未能将小羊救出来 只好向浙江清华消防支队求助 那么 怎么施救才能帮助小羊 重返羊妈妈的怀抱呢 救援人员经过观察发现 小羊转而被困的位置 处于电线杆中上部较小的位置 让小羊从小的洞口出来 必然不可行 于是消防员尝试着 将三根细长的钢筋 和一根竹竿固定住 以便有足够的长度 将小羊羔往洞口较大处推送 为了避免小羊在推送的过程中 受到伤害 贴心的村民又拿来棉絮 将竹竿包裹住 一切就绪 救援便拉开群幕 救援人员分成两个小组 一组人员在洞口较小的地方 帮助小羊摸不到大洞口 另外一组人员 则趴在另头洞口较大处 利用手电筒 随时观察内部小羊情况 并给另一头正在失救的战友 一个指引 营救小羊仔 不同于平日里登高 冲火场的救援 面对两只淘气且胆小的小羊 消防人员也有些哭笑不得 因为小羊无法配合消防员 此时更多的是 需要消防人员耐心和战友之间默契的配合 十分钟后 眼看着第一只小羊仔在推送作用下即将到达洞口 结果胆小的小羊膏因为害怕陌生人又想往回走 在洞口前等待的消防员也有些着急了 顺势将手伸进洞口 抓住正打算钻回去的小羊 小羊膏终于得以获救 借着刚才成功的救援经验 很快的被困的第二只小羊也顺利被救了出来 所幸的是两只小羊膏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但由于被困许久 小羊膏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 快速地向羊妈妈奔去 看着两只小羊平安无事 大家终于放下心了 八十只山羊渡洪水 消防队员来护航 平安三六五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 河南省洛阳市消防支队的消防队员 出现在了南洛河的河队岸 他们既不是来灭火 也不是来救人 而是为了八十只山羊 羊群的主人是当地的农民杨老汉 今天消防队员是来帮他解救他的八十只山羊 而就在头一天 杨老汉自己也刚刚被消防队员救了 原来由于连续强险旅游 南洛河上游的水库开闸线 南洛河的水面一下子高涨了两三年 唯一一条连接河心孤岛与河岸的小路 被激了一件沫河 而这时 杨老汉正在孤岛上放牧着他的八十只山羊 面对高涨的河水 杨老汉有佳能 接到报警后 洛阳市消防支队的消防队员立即赶到现场 救援人员发现现场河流湍急 河岸里孤岛相距一百多米 救援人员立即调配春风舟火速增援 好多年好多年 十分钟后杨老汉终于成功被救 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老汉见到救援人员的第一句话竟是 直到消防队员答应杨老汉 一定回来救他的羊群 杨老汉这才安心的回到岸边 第二天 消防队员们如约来到南洛河河岸 经过一番商量 大家决定 由杨老汉和消防战士 一起到羊群被困的地方 用绳索将羊群牵引过河 就在大家准备施救的时候 个别兴趣的成年羊竟耐不住自己下了谷 勇敢的羊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还是排回的岸边 不敢下了谷 杨老汉和消防员一起 用绳索逐个套住羊的脖子 将他们穿成一串再拉下水 组成游泳队 一起向河对岸游去 由于河水较深 一些年幼的小羊羔 只好麻烦消防员叔叔 亲自抱着过河 而河对岸 消防员们 则与山羊们展开了拔河比赛 有些脾气倔强的羊 干脆挣脱了绳索 或者赖在地上 不听指挥 平时冲火场爬高楼 毫不畏惧的消防队员们 此时却被这群小生命 折腾得团团团 而这些平时 只知吃草散步的山羊们 这次也尝试了一下 河中细水的滋味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救援 八十只羊终于全部安全转 意外滑倒 如何令他危在旦夕 全身的血全部攻到头上去 紧急施救 能否让他转危为安 平安三六 危机时刻 正在呼之 2011年2月18日 河北省保定市 公安消防支队 接到了保定市动物园 报警电话 说有一头长领路摔倒了 会有生命危险 当时我们还挺难闷的 长领路摔倒了 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 发现这是一头 名叫六六的 成年雄性场景 由于不慎摔倒 他的后腿被反向连在身后 无法站立 神经痛 饲养员在一旁 焦急地安抚他 这长领路摔是哪年过来的 才有大路摔倒了 九六年的路摔倒 八年来的 他现在有多少岁了 现在有九六年 这是十五六岁了吧 他有一个后腿 晚上可能是要 他卧下的时候 他自己卧不下 起不来了 披了他就可以了 准备借助人类 给他一点力量 让他站起来 看他自己能不能站住 他要能站住的话 也好 据饲养员反映 六六平时脾气比较温和 受伤前身体健康 那么为何 旁人眼中的一次正常滑倒 会对六六的生命造成危险 长领路是世界上 最高的路生动物 成年长领路身高可达六米 体重接近一千五百公斤 如此特殊的体型 决定了长领路 一旦意外摔伤低倒 若无外力协助 自己是无法重新站立的 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由于六六的体型高大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无法施救 只好请来消防队员 通过大型救援器械 帮助六五站立 一旦方案就是把他用这个飙车 把他用这个飙车 把他用飙车 但是这个长领路 他怕惊 就怕这个车动静太大了 然后把他这个就惊了 然后这个怕咱们的毒 他发生事事不得 原来 长领路虽然是性情温和的食草动物 但是在受到惊吓时 会变得暴躁 具有攻击性 他有力的后腿 可以直接将狮子等大型食肉动物踢死 如果六六将人类的救援 当作威胁的话 很有可能对人进行攻击 这让现场救援人员的心里 捏了一把汗 对 你跟他说点话 别让他碰着你了 别让他碰着你了 离他远点 由于六六处于受伤状态 借位心理加强 因此对起吊臂和钢栏等机械 怀有极大的恐惧心理 配合工作十分困难 尽管六六的烦躁普安 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但是大家仍不敢给他实施麻醉 他一麻醉 他这个头就 头一着地 他就全身的血 全部攻到头上去了 容易他的脑血管破裂 此时受伤的六六 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因为没有声带 所以极少发出声音的他 眼里却泛着泪光 隔壁宠舍里的磁路 只能一边焦急地看着 饲养员一边轻轻拍打六六的脖子 对他进行安抚 一边示意消防队员 慢慢靠近六六 但不要进行作业 以免六六受到惊吓 进行反抗 待六六稳定 并适应周围陌生人群后 在饲养员的帮助下 消防队员小心翼翼地利用固定绑带 开始缠绕他的身体 起重臂通过场景物馆管门探路 消防队员将保袋挂钩 与起重臂连接 原本平静的六六 已经被反复 立即变得十分激动 庞大的身躯开始挣扎 两名救援人员 被他的场景扫翻在地 饲养员立即进行安抚 并示意救援人员快速散开 一个小时过后 六六恢复了平静 可是救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疲惫的六六 一度挣扎低下了头 先把他头扶起来 要不在时间长了 血压太高点 全都弓到脑袋上去 造成脑血管 在大家的共同忧愈下 半个小时后 六六终于被成功吊起 由于后腿长时间反向趴 六六一时依然无法自行站立 教防队员在动物园管理人员的指导下 将管内草料垫在他身下 将鹿腿摆正后 让他踏腹休息 经工作人员检查 六六的腿部韧带拉伤 现在大家能做的 只能是为六六进行治疗 等待六六康复 早日重新站立起来 2013年8月6日 在广东省韶关市 史兴县的一个建筑工地 一名男子被困在建高楼的脚手架上 情况令人堪忧 而眼前的这个情绪激动的妇女 正是男子的母亲 此时 她正苦苦哀求消防人员 解救她的儿子 原来男子因处置脚手架上的钢丝绳 不慎将四根手指 卷进钢丝绳与脚手架上的滑轮之间 她整个身体 全服脚手架横梁上 动弹不得 接近前来的广东省韶关市 史兴消防中队 利用保险绳 对被困男子进行保护后 用液压扩张剪 对脚手架进行了破拆 经过约40分钟紧张营救 消防人员终于成功 将被困者救出 并送往医院救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